金子能吃嗎? 往臉上貼金會有什麼效果呢? 新奇實驗室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佳淳 我最近去金澤旅遊 那金澤出產金箔非常有名的地方 大約日本99%的金箔都是從金澤出產的 金澤可以看得到很多一小罐一小罐裝的金箔 就來看看 撒金箔會不會讓水變好喝吧? 料理用金箔 然後它是一個桶狀 打開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個小孔洞 其實就跟我們撒胡椒粉是一樣的 後來我看到 喝完我的水拳上面 我會有進去 就透湧了 玻璃杯又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好像工藝品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當你有一些貴客來家裡做房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有話題聊 你家就可以變身往裡打杯子 金箔當然是沒有味道的 而且可以看得到 是一個非常奢侈的行為 因為待會這個杯子 我總不能用舌頭就是 接下來我要準備的是料理 像有一些高級餐廳的壽喜燒 會灑上一些金箔 讓牛肉看起來更好吃 我接下來要使用的是 登登 這個真的非常有高級餐廳Fu 這一雙就要台幣60塊 可以在台北市以外的地方 吃到排骨便當 圖案的意思就是說 你打開筷子的瞬間 就會灑出金箔來 在外面吃高級料理都有個套餐 所以我有準備 牛丼湯 然後通通的把它撒上金箔 上面有寫說 讓你的料理提升奢華感 就在這個打開的瞬間 哇哈哈哈 站落石 非常的平均的漂亮 筷子的品質就需要 啊 不管一下 筷子的身體 黃金牛肉 被塗一罐金箔 就算吃了在平民 比一點的不平凡 黃金面膜 黃金面膜使用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從一般的仙女 變成金身菩薩呢 這要非常的 就是小心翼翼 以面膜誕生的 不知道這樣 很驚訝 我跟你說 我覺得黃金面膜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的 看起來那麼的美麗 真的是一個 往臉上貼金 如果你想要 感受一下 金身的感覺 一片要價 一千八百台幣 那順道一說 剛剛我們這個 一小罐料理用金箔呢 零點零四克 就要三百塊台幣 黃金呢 並不是我們人類必須的微量礦物 是不是真的有美容功效 個人覺得是心理因素 要不是實驗室 我才不會買這種東西咧 哈哈 超級要費錢的 我們之前的新型實驗室 不是都有抽獎嗎 要不然這一集就抽 我臉上剝下來的金箔好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 今天的實驗結果呢 家人生日的時候 準備一個什麼 會散發出 黃金光芒的金箔筷子 是蠻有趣的 黃金面膜呢 我自己是覺得 大家看我是應該自己心理有素 料理用金箔 其實還有一種 比較便宜的 乾杯金箔 裡面就是小小包裝的 本週的實驗室呢 送大家這個 乾杯金箔 裡面有五小包 還有一雙筷子 本週新期實驗室 終於到這邊結束啦 拜拜拜拜 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時收看新影片 點擊右方影片欄 還可以觀看更多喔 해도我做喔 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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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 2012